在老年的时候 如果健康和保护肤 我继续做一些护士工作 我对华生是有用处的 做了自己高兴 也多一些问题 继续做下去 知道吗 我体能慢慢消失了 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已经80岁了 希望能够再活很多事情 能够再做一点工作 谢谢大家 郑昭贤 1942年出生于马坡 侍逢日军侵略马来亚 他曾经就读 马坡中化小学 与马坡中化中学 高中毕业后 转到英校 考获了9号文凭 离开校园 踏入社会初期 郑昭贤 曾在吉隆坡 参与左翼党团 开展的圆越抗美斗争 在美国总统 约翰逊 访马时被捕 被扣留了六年之久 期间仍然自强不息 自修英文 以私人考生的资格 考获了高级剑桥文凭 接着选修伦敦大学经济地理系 1973年 他受聘于新洲日报 长期为电讯版的国际新闻组 鞠躬尽脆 由于长期关注国际时事的变化 他开始撰写国际专题的人与事 最终凭借《风云人物》《风云人物》续篇 及《风云人物》第三集三部剧著 两度获得了双福州文学出版基金的评论组奖项 在新洲日报工作期间 郑昭贤更是无所畏惧 亲自到访太监边区的难民营 访问苦难的龙的船人 他专访越南难民投奔陆海求生存的故事后 被东南亚排华事件所震撼 从此愈发关注海外华人的遭遇与困境 步入千禧年的他 在退休前夕 荣获了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 颁给他的《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给了他28年来 在报界服务的最大肯定 2001年 郑昭贤虽已退休 却坚持冲锋陷阵 远赴印尼、菲律宾、柬埔寨、 当时的他 曾到广州专访了80岁的马贡妇女 曾经轰动一时的李明事件的主角 郑昭贤并未就此自满而停歇 他先后主编了两部《独中的校史》 及麻坡中华中学的《中华历史长河》 以及立丰港陪华中学的《自强不息85年》 自此之后 郑昭贤全新投入家乡的田野调查 和地方文史工作 尽心竭力地撰写了一部 《麻坡的民间血泪史》 《血染仇镇模范区》 一路走来 郑昭贤将他坚韧不拔的智学精神 注入了笔墨之中 可说是将勒林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谢谢主办当局 那个护活生命学院 还有那个护伤队 主办这些 这项唯一的活动 谢谢他们对我所做过这些肯定的认可 谢谢 谢谢 对于这项活动 我是在去年 我看到去年你们举办第一季的时候 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 通过了这项活动 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华社里面一些 非常有很肯打拼一生中华 具体修商品的人的一些事迹 以及他们的精神 这样更加多人推广 你们这样的活动不只认可他们的成就 同时来讲 也记录了他们的成就 让更加多人 让一个年轻人 知道我们这些人的他们的一些事迹 也可以做一个借鉴 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更积极地努力 更积极地打拼 所以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我希望今后这样的工作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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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积极可散很努力的一些老人 宣传他们的不同的事迹 那么最后除了感谢主帆担之外 我说我应该感谢我的太太陈立立 因为这一路来讲 陪伴着我们结婚和整个半个世纪 这一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些信念 或者价值观 所以说我们在对我们华社的一些事迹 先对奋斗事迹 我必须要到除了书本上的一些 调阅读 翻译之后 我们到一些市地的田野地方 去进行化学去访问一些人 到一些会馆去挖出他们的那些记录等等 他经常都陪着我 他很愿意陪着我 他也很喜欢跟我在一起走路的时候 跟我在这个地访问的时候 了解更多那个华社的一些事迹 一些进去向上的事迹 好了 最后就是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